這個資料我會把它貼,像剛剛這個畫面 我會把它截圖,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七頁 所以如果你們慢慢習慣,以後會跟你講說 哪個地方可以參考,怎麼知道第七頁 你右邊這邊有個卷軸,你把它往下,這是第一頁 我會拉到這邊第七頁,剛好第七頁 所以你也是一樣,這是第六頁 第六頁、第七頁,這邊就有了 如果你想要做出這個圖的話 那其實我這邊有一個右鍵 右鍵之後,就這個東西 它會出現右邊這個,叫資料標籤 那把這兩個打勾,把這個選起來,就OK了 這樣就簡單了 所以有的時候,這個沒那麼複雜 但是切記,你一定要把它找個方式記錄下來 下一次如果要做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才有一群,這樣做就好了 你不用再想半天 最怕是說你都沒記下來 下一次想要找,要不要亂試試半天 奇怪,我明明會的,為什麼我都不會了 你不要以為你記憶力都很好 其實你記憶力一點都... 像我也是這樣,我常都忘希望 那你說老師,你怎麼記憶力這麼好 沒有,我記憶力沒有很好 我只是善於把一些我需要重要的資料 放在應該我可以看到的地方 那我上課之前,我把那些東西看一下 我就知道,重點在哪邊 我要怎麼教這些東西了,OK 所以講義上面都有 只是說很複雜是真的沒錯 哇,記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不過沒關係,有些東西 你不見得一定要十倍啦 你就是需要的時候把它叫出來 一看,對我知道,老師之前有講過在這邊 我知道步驟,照著做就OK了 甚至有一些可能比較複雜的動作 我會把影片,像我有些課程 我自己上過課,你說我都記得 其實我也忘光了 怎麼辦,我把我之前上課的東西 我把它打開,我看我之前上課上哪些東西 我看一下,快速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喚醒我的這個記憶了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會看我自己YouTube上的影片 然後看一下,對我之前上了什麼東西 甚至我會把它快轉 所以我發現這東西是好東西 為什麼,因為我連我自己都受益 更不要說是別人 但是我沒有做這些事情的話 沒有把它記錄下來 我下一次我可能我要重新再想 那真的是很花時間的一件事情 OK,所以這個的話提供給各位 一樣,除了說影片之外 我也會把它做一些記錄 像這個上個禮拜群組 那再來的話,今天我們就要更上一層樓 就是我們課程裡面除了函數之外 還有VBA,所以怎麼樣可以提升變成VBA 那這個的話,可能你就需要把一個隱藏功能打開 這個隱藏功能的話 會是在你的Excel裡面的這個開發人員 OK,我不確定你們電腦 因為這邊電腦不知道是不是一段時間會還原 也許可能沒有還原,也許還原了 如果假設沒有的話 這個開發人員它是會被躲在上面 這個有個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吧 裡面的叫其他命令 所以如果假設這個地方沒有開發人員的這個標籤的話 那你記得你要把它打開 不是說預設會打開 是說本來關閉的狀態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它關閉這麼重要的功能 對,其實顧名思義啦 因為它是開發人員嘛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當開發人員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需要 可是因為現在好像一個趨勢 好像慢慢,好像大家都會慢慢需要 自己要開發 自己要寫出自己需要的功能 為什麼?不然的話 你可能事情永遠做不完 誰會幫你寫 對,你說找功能師幫你寫 他根本不懂你要做什麼 所以你有時候幫他 你跟他講到他懂 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OK,有時候倒不如你乾脆自己來算了 有時候甚至會做得更好 有時候真的是雞同鴨獎 因為不同素養 他不懂你在做什麼 不同領域的人 真的是有點像隔行如隔山 那你要跟人家講說你要需要什麼 我覺得真的是不太容易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想想想 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下 那怎麼做啦 當然我們其實學會這個東西 就是盡量看看能不能幫大家提升起來 以後你也可以自己寫自己 很方便的那個自動化流程 OK,那這個點進來之後的話 制定功能區裡面就有開發人員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先確認一下 你有沒有這個東西 他預設好像這個沒打勾 你打勾一下就出現 預設好像是這樣 所以你們家的電腦 也有可能以色打開是沒有的 沒有沒有很奇怪 沒有說不是以色會壞掉 或以色功能不完整 是沒把它打開 OK 所以以後你也可以看一下 你們公司同事 如果他的電腦以色裡面 這個是有打開的話 那表示他應該是有學過 可是沒打開的 那表示他應該以色蠻弱的 OK 這個可以看得出他的使用的狀況 那第一個一定要打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慢慢要學會什麼東西 其實開發人員裡面最重要的 這邊有個叫錄製去期 有沒有 那所謂的錄製去期顧名思義 就是他會幫你寫出你需要的程式 那你想說哇好厲害 怎麼會怎麼幫我寫 那我隨便跟他講 他就隨便幫我寫 不是 他是幫你記錄下什麼 你的滑鼠有沒有 跟你的鍵盤所做的動作 那他會自己幫你把對應的程式 把它寫出來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做的動作是NG的 他也會寫出NG的程式 所以喔 也就是說啦 如果你要錄製之前 最好是不要亂操作啦 那最理想的狀況就是說 你可以先自己操作OK之後 我稱之為要彩排啦 你先彩排過之後 你再去錄 那你錄下來的東西 那就絕對不會錯 千萬不要以為說錄製去期可以隨便 不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步驟的 OK 你錄下來才會成功 所以我們盡量避免不必要的失敗 有時候說為什麼你錄很順 我錄就亂七八糟 我都跑不出來 又跑都跑錯 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先彩排 或者是你的動作沒做的正確 所以第一個喔 聚期 OK 那你錄下來的東西實際上就是VBA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錄下來的東西這邊會有個清單 這個聚期是說你錄完的那個聚期 它會幫你存在這邊 那個聚期本身 背後的程式就是VBA啦 所以其實 你如果要看到裡面的程式長怎麼樣子 就在這裡 所以它有點像階段性的 一二三 OK 所以喔 之後我們的練習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們待會先試試看 先確定一下 有沒有開發人員 第一個 然後你先看一下 聚期 這個錄製 然後這個 將來如果說你要再增加按鈕吧 所以待會我們要練習喔 就是回到剛剛的這個綜合練習 這邊喔 那如果我今天假如說我要寫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的話其實功能很簡單 就是說喔 我希望把之前我們做過的這個 手機號碼呈現出來的這個動作 我希望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說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它可以幫我把它整個刪掉 有點像這樣 按下去刪掉 OK 然後另外有個按鈕 按下去 它可以自動又幫我把它輸出 OK 有沒有 目前是沒有啦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已經有的話 這邊有個按鈕 按下去就刪掉了 按下去自動就幫我再輸出 有點像是這個兩個按鈕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 其實喔 一樣嘛 我剛剛講過 錄製聚集就有了 怎麼錄製喔 當然你可能要先彩排一下 彩排動作 一 清除怎麼清除 清除記得喔 因為我是要錄製滑鼠的動作 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所以一 請你游標點擊哪裡 點擊這個F2 不不 一二啦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把它選到底 它選到底有幾個方法 當然你可以滑鼠這樣一直選 不過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選會 將來第一個選很久 第二個的話你選到哪裡 它將來就固定在這個位置 比如說101列 那以後如果你的資料會增加 或者會減少 那怎麼辦 那你要再改程式嗎 還是重錄 不對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就是Ctrl Shift向下 Ctrl的話是方向 Ctrl不要按Shift就是方向 就是它會上下移動有沒有 Ctrl鍵按住上下移動 它會移動這個範圍的邊界 Shift是選取的 所以記得 一先把游標放在一二 二的話 Ctrl Shift向下 三的話就Delete這 好 這樣的話就按清 就是清除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按鈕好了 清除 把它感受力一下 把它恢復 第二個按鈕的話 就是希望把它的公式 幫我輸出到底 所以第二個按鈕是 游標放在一二 然後把公式輸入之後 幫我填滿 那建議各位 裡面公式不要刪掉 反正直接記錄進去就好了 因為它不會影響 所以裡面本來有公式是OK的 所以記得一一 這個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上面打個勾 上面打勾 就表示把公式輸入 紀錄進去了 那第三個的話 就直接在這個游標的空點 這邊空點 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三個 一樣都三個步驟 那把它紀錄下來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來做了 兩個按鈕 所以第一個是清楚 開始錄了 錄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 千萬不要直接放在這裡 這樣是NG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已經放進去 你再點 它那個程式不會產生 因為你已經在這邊了 所以記得 第一個步驟 請你把它移到其他的儲存格 就是一二以外的都可以 好 接下來就要開始錄了 所以不要NG 所以你們最好待會兒 就是彩排 再開始 那怎麼開始 一 按下錄製聚集 它會跳說 你這個聚集要叫什麼名稱 那我們隨便給它一個名稱 叫清除 清除聚集 所以 我希望你幫我錄下一個 叫清除的聚集 這樣OK了 第一個給名稱 然後按下確定 就有點像是那個 你開始錄影 錄影鍵按下去 錄影鍵按下去就是 要把動作做出來 最後記得要停止 停止就是這邊有個停止 OK 三個動作 按確定 一 有不要放這裡 二 Ctrl Shift 向下 三 按Delete 好了清除掉 三個 一個都不能多 也不要少 最後呢 三個就完做什麼 停止 OK 好 第一個完成 因為那個剛剛的公司被我刪掉 所以我偷偷按一個Ctrl Z 復原一下 那我們按 再來第二個按鈕是叫做 串接好了 也許叫串接聚集 好 假設名稱要串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一樣 按開始錄 這個 這個名稱叫做串接好了 就是把後面串過來 串接好了 好 一樣嘛 按確定 一 有不要放這裡 二的話 就是記得有不要放在資料編輯裡 打個勾 三的話呢 就是這邊空點快點兩下 OK 好 完成喔 一樣的動作 停止 結束了 好 你想說老師 那剛剛做的程式在哪 在前面這裡 聚集的清單 有沒有兩個 一個是清除嘛 所以你要work的話很簡單 執行 不見了 有沒有 是不是到底 對了 OK 好 第二個的話就是 要把剛剛的那個 再串接回來 串接聚集 執行 又回復了 OK 那你什麼程式都沒寫 但是他都幫你全部做完了 那也這個蠻適合就是說 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做一些類似重複的事情 反正你把他錄下來讓他跑就好了 事情就解決了 OK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應該記得起來那三個步驟吧 所以試試看 先了解 確定一下有沒有開發人員 第二個的話就開始想想看錄製 那那個步驟如果你實在一下幾乎 我看這邊應該有那個 那個步驟吧 你們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 串接 就是串接聚集 一二三 清除 一二三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這個應該在雲端的第十四頁 十四頁地方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一定會知道 先來看 好 好 得等